好 主观众 通画面可以看到 这远警警棍跟枪都已经拿出来了 而且呢 这驾驶本来第一时间还想逃 但前面呢 因为红灯还有塞车 这才让他们终于肯乖乖就范 直接下车被制服 其实呢 他们是一路从基隆逃窜 到新北市汐止的大同路上 因为前方路口红灯陷在车站当中 这才只好乖乖的 远警是在27号的上午呢 就是发现了这辆小轿车违规 而且还行机可疑 让他们下车呢 却开始加速来逃遇 而且一路呢 就这样子横冲直撞的 甚至还波及到了好几辆车 远警最后呢 是直接来朝轮胎开了四枪 终于呢 是把人制服了 只是在车上就有看到了 K他命的残渣 还有K烟吸管等等 而且呢 这驾驶跟乘客 根本都是毒品人口 现在也都要追查毒品来源 还有厘清 看看有没有其他不法的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